我是中国人,我是永远不会改国籍的。 你们记住了,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将我埋葬在祖国的土地之上。 昔日割据一方的马家军首领之一的马洪奎并逝在美国, 临终前,看着依旧在争夺家产的孩子们心中悲凉,难以自已, 只留下这样的遗言,怅然望了东方一眼,便闭上了眼睛。 1970年1月14日,在蒋介石的府邸, 秘书向蒋介石转达了马洪奎临终前的这段话。 蒋介石听闻后沉默良久,随后决定原谅马洪奎并同意马洪奎的亲属将他的遗体从美国运送回来葬在了中国台北。 马洪奎究竟做了什么需要祈求蒋介石的原谅? 他又为何克死他乡? 想了解马洪奎的老铁们可以在弹幕打上想知道,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马洪奎1892年出生于甘肃省一个庞大的马姓家族, 属于那种不需要怎么努力就能靠着家里人衣食无忧的富二代。 而他与晚清时期的起义领袖马战敖也属于是同族。 说起马家军的发家史,就不得不提高马战敖。 当时马战敖带领马家军揭竿而起,挤一副盛名。 清末时期的中国雷若不堪,派出剿灭马战敖的军队根本不是马家军的对手, 每每都被马家军打得落花流水,从此马家军在整个西北声明确起。 后来在与清政府讲和后,马家军也为清政府出了很多力, 并且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马家军也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战斗力, 战力只比当时清政府的正规军还要强上许多。 到了清政府倒台的时候,马家军已然成为了整个西北地区的霸主, 控制了整个西北的命脉。 而马洪奎这一支作为马家军重要的成员, 本来就在军队中有些重要的地位, 加上马洪奎的大伯在战争中为了民族大义牺牲, 所以马洪奎这一家在军队中就更加有威望, 所以马战敖对马洪奎这个后辈也是极为看重, 甚至在马洪奎因为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而入狱时, 不惜放下脸面到处求人将马洪奎营救出来。 马洪奎年轻时一腔热血, 参加了不少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也是因此入狱。 但是当他从监狱中出来之后, 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影响, 从此收敛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变得沉着冷静, 再也不出去参加什么革命活动, 只专心在马家军中兢兢业业, 很快便做出了不少成绩。 当时马战敖年事已高, 于是便渐渐退出了江湖不在管理军队中的事务。 而后辈中的佼佼者马洪奎, 马洪斌, 马不清, 马不方随后继承了马战敖的一波。 而马洪奎带领的军队, 又是马家军里面最为特立独行的一致。 马洪奎当时, 作为进步青年, 有着自己独特的管理方法, 他要求士兵们都要十字三千。 读书能知理, 所以马洪奎军队中也培养了一些不仅能作战, 还很有谋略的军官, 这对马洪奎这支马家军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 随后马家军在马洪奎等年轻一辈的带领下, 发展得更加壮大, 甚至让当时雄聚一方的蒋介石都为之忌惮。 因为马家军不仅训练有素, 更因为马家军的几个头领之间, 虽然有些内部矛盾, 但是在对待外敌方面, 始终一致对外有很强的凝聚力, 因此就算是蒋介石派了孙电英带领七万大军功打马家军, 最后也没有落得一点好处, 反而被马家军打得东逃西窜。 蒋介石眼看着孙电英落败, 马家军是大, 又怕马家军加入敌对阵营成为自己强劲的对手。 硬得不行就来软的, 随后蒋介石致电马家军几位头领, 许诺了诸多好处, 想要西北司马加入了自己的阵营。 而当时司马也想要找一个靠山, 恰好蒋介石又友好的伸出了橄榄枝, 狼友情切有意, 随后马家军加入了蒋介石的派系。 而这也正是马洪魁堕落的开始。 有兵就有权, 有权就有权是马洪魁一生中的唯一信条, 所以在他的军队统治下, 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兵, 钱, 全三种因素展开。 据说, 在他任职宁夏主席期间, 马洪魁每日在处理公务时, 都坐在高高的太师椅上, 对着站立在下方两侧的下属们发号施令, 宛如宁夏的土皇帝。 不仅如此, 尽管当地的通货膨胀极其严重, 马洪魁依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私自印发大量钞票, 迫使当地农民用银两兑换钞票, 使得宁夏当地的经济一落千丈。 据说, 马洪魁在他当权期间通过大肆敛财, 搜刮了不少于7.5吨的黄金, 可见此人有多么的爱才。 但当时的中国正式战争时期, 马洪魁在国民党内部也算是有功之人, 所以蒋介石对于马洪魁的行为 也是睁一只原本闭一只眼, 这让宁夏的百姓饱受残害。 甚至为了嘉奖马洪魁, 蒋介石先后授予马洪魁陆军中将贤和陆军上将贤。 马洪魁看到自己的行为没有受到限制, 后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更让人痛心的是, 在1935年到1936年两年间, 马洪魁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曾多次围攻红军, 最惨烈的一次是在1936年, 马洪魁率马家军在黄河河畔伏击西路军, 造成两万多名的红军战士惨死沙场, 马洪魁的恶劣行径令人发指。 然而,就这样一位跟着蒋介石出生入死, 也算是立下汉马功劳的马洪魁, 最后为什么没有跟着蒋介石在台湾另谋出路, 而是出走美国一去不回呢? 1949年, 马洪魁与同族堂兄弟马不方共同谋划商定, 由马不方担任西北军政长官, 而马洪魁担任甘肃省主席。 然而当马不方当上了西北军政长官之后, 却违背了对马洪魁的承诺, 想要兼任甘肃省主席独揽大权。 马洪魁知道后异常气愤, 随后到广州向蒋介石控告马不方的行径, 虽然当时蒋介石对此事不以为然, 但是当时国民党在内战中已经处于失败的境地, 为了让马洪魁不再生事, 同年8月,马洪魁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甘肃省主席。 然而,也就是在1949年的8月21日, 在马洪魁还没将甘肃省主席这个职位做热乎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就对甘肃省省会兰州市发起了攻击, 当时国民党军队大势已去, 驻守在兰州的马家军也已经军星, 焕散。 8月26日, 解放军将马家军全数歼灭, 兰州得到了解放。 这个时候的马洪魁在没有报备蒋介石的情况下, 四次乘坐飞机逃往重庆。 但是他不敢直接去见蒋介石, 对外宣称自己卧病在床需要静养, 实则是等着蒋介石来见自己。 马洪魁心中一边忐忑不安, 害怕蒋辉问责自己, 不带自己去台湾了, 一边又期盼着蒋的到来。 不管马洪魁怎么想, 很快蒋介石就来探望他了。 马洪魁心中早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 只见他刚见到蒋介石就一个箭步迎上去,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委员长, 你终于来了啊, 兰州失手了, 该怎么办啊? 当时的马洪魁哭得就像是一个两百斤的孩子。 败局已定, 蒋介石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让他赶快起来, 而马洪魁心里面只想着要跟蒋介石一起退居台湾, 其实之前马洪魁就已经多次携妻窃前往台湾, 并在台湾购置了五处豪宅, 就等着举家搬迁过去。 好在蒋介石最终答应了带他一起去, 马洪魁这才放下心来, 继续在家中吃喝玩乐。 其实马洪魁与蒋介石之间就是普通上下级的关系, 马洪魁为蒋介石办事, 而蒋介石就给马洪魁钱和权, 两人各取所需, 但这也说明两人的关系并不牢靠。 马洪魁一旦遇到新的比蒋介石势力更大的靠山, 肯定就会倒戈。 而蒋介石若是有了其他更为得力的下属, 肯定也会直接抛弃马洪魁。 这在后来马洪魁在台湾的境遇就有所验证。 马洪魁刚到台湾时, 蒋介石因为马洪魁腰缠万贯, 且当时正是用人之计, 所以最初蒋介石对马洪魁也算是照顾有加。 但不久后, 台湾所谓的国防部次长控告马洪魁在西北战争中擅自逃亡, 所以才造成国民党的战败。 而与马洪魁早有嫌隙的马不方在一旁更是添油加醋, 让马洪魁为此事承担责任。 马洪魁起先对他们的指控不以为然, 他认为蒋介石肯定不会处理自己。 然而, 蒋介石心里面早就对马洪魁有所不满, 马洪魁虽然有钱, 但是太不会做人, 有钱也不知道分享,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在军阀混战时期, 马洪魁从学校毕业之后, 先是跟着冯玉祥, 后来又背叛了冯玉祥加入了蒋介石的军队, 也许正是因为马洪魁背叛救主的行为, 蒋介石的心里一直对马洪魁心存芥蒂,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帮助马洪魁。 马洪魁失去了蒋介石这个靠山的庇护, 台湾当局对马洪魁做出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马洪魁感到事态炎凉, 觉得在台湾这样待下去, 最后肯定没什么好下场。 而且, 当时马洪魁的手上还有7.5吨的黄金, 他想着带着这些黄金,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好日子过, 如果继续留在台湾, 这些黄金肯定会被搜刮干净。 于是马洪魁趁着台湾当局没有反应过来, 先是将最爱的四亿泰送到了香港, 不久之后又称自己生病了, 要去香港治病, 最后病情严重赴美就医, 就连蒋介石都没有想到马洪魁如此胆大, 竟然说走就走。 蒋介石对马洪魁此举气愤不已, 他气得不是马洪魁这个人出走, 因为马洪魁已经成为了一颗气子,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用。 蒋介石是舍不得马洪魁手中巨额的财富, 但任凭蒋介石怎么召唤, 马洪魁都没有选择从美国回来, 并称这辈子都不再领兵打仗, 参与政治, 说的好像是被人伤了心。 因此渐渐地, 蒋介石也就不再联系马洪魁。 然而马洪魁很快便打脸了, 1952年的时候, 蒋介石曾扬言要反攻大陆, 而身在美国的马洪魁听到消息后, 也不安分, 放出话来要继续支持蒋介石, 与蒋介石共同进退。 蒋介石闻言嗤之以鼻, 没有做任何回应。 之后, 马洪魁觉得自己的政治生涯再无指望, 此后很多年倒是安分了许多, 在美国过起了好日子。 按理说, 7.5吨的黄金, 足以让马洪魁在美国呼风唤雨, 过上富足的生活, 然而没过几年, 马洪魁的生活水平就直线下降了。 马洪魁到达美国之后, 先是花了一大笔钱, 在旧金山购置了一处豪宅, 继续过着灰金如土的日子。 然而, 马洪魁在美国可没办法继续敛财, 加上家人们之前过惯了人上人的生活, 7.5吨的黄金只出不进, 马洪魁很快就感到一种浓烈的危机感。 他觉得不能再继续下去, 否则一家人可能在美国就无法再待下去了。 之后, 马洪魁不顾家人反对, 依然卖掉了旧金山的豪宅, 迁居洛杉矶的郊区。 开办了一家牧场专门发展养殖业, 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然而, 带猪出不了好损, 没过几年, 在马洪魁生病的时候, 马洪魁的子孙竟然为了争夺遗产, 直接在马洪魁的病床前大打出手, 就连妻妾们也对马洪魁诸多怨言, 埋怨他没有本事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躺在病床上的马洪魁急火攻心, 病情更加严重了, 此后便一病不起。 1970年1月, 马洪魁感到自己时日无多, 立刻致电蒋介石, 请求自己死后能够埋在祖国的土地上, 落叶归根。 马洪魁的想法也非常传统。 据马洪魁的身边人表示, 马洪魁晚年时经常望着东方, 嘴巴里面还念念有词。 其实, 马洪魁晚年时也曾多次致电蒋介石, 想让他帮自己平反, 但蒋介石并未理睬。 在蒋介石的心中, 马洪魁携款潜逃的行为简直不可原谅。 虽然蒋介石对马洪魁非常冷漠无情, 但马洪魁始终是蒋介石为领导, 在美国的那些年也从未加入过别的党派, 一直自诩是国民党党员。 1970年1月14日, 马洪魁在洛杉矶病逝。 蒋介石从秘书的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 死者为大, 蒋介石最终也解开了心结, 同意将马洪魁的遗体葬在台北。 要说马洪魁当初也是带着一腔热血加入了革命, 但是后来却在欲望中慢慢变了质。 马洪魁虽然犯下很多过错, 但有几点他却做得很好, 就是他特别注重地方教育。 他在宁夏担任主席期间, 马洪魁用父亲马富翔死后留下的遗产, 创办了宁夏中阿学校与马富翔云亭中学两所学校。 此外, 他还资助了留学生白银5000元。 在农业方面, 他组织军队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为当地老百姓修建了一条长130多里, 可以灌溉20多万亩田地的云亭渠, 也算是造福了一方老百姓。 抗日战争期间, 马洪魁虽然过的是逍遥的土皇帝日子, 对带兵打仗不上心, 但他也为扩大抗日的队伍, 提出了以三丁抽一, 五丁抽二的征兵政策。 因为贪财不作为, 还曾被日本视为可同化之人, 但是马洪魁没有被日本诱惑当汉奸, 可见他的骨子里还是有些爱国的。 尽管马洪魁做了这些事情, 但总的来说, 马洪魁的一生是过大于功的, 为了一己私利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侵占老百姓的房屋财产, 残忍地对待共产党的军队, 马洪魁的所作所为都是庆竹难说, 他的恶劣行径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原谅。 至于晚年时的光景有些凄惨, 那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